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好我們就是先來找師傅看能不能再對打一次 看起來好像可以了 因為之前大師是按拒絕 因為那時候覺得打不贏 如果最近有功念功有所進展 還請師傅支援.1.2 好 就那為之就看看你練得如何了 正俏前幾日收到一些好東西 你要是能一上半招 就送給你 應該是可以打了 地址要上了 毒啊 女人對敵一定要選適合自己的武學 你的練力強的話就選內力加成高的武學 攻擊高的話就選攻擊加成高的武學 師傅 那是我內力跟攻擊差不多呢 然後就選內力和攻擊都平均的武學 然後就選內力和攻擊都平均的武學 多說武藝 你就來親自體驗一下吧 請師傅吃覺 好 繼續戰鬥 為什麼會有老虎 等等老虎你出來幹嘛 先幹掉無瑕子吧 你們變成功 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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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爆你了 贏了 耶 有好東西了 不錯不錯 最近進攻沒有偷懶 嘿 都是師父教導有方 金家修煉 莫要驕傲自滿 鷹爪手羊卷 這我有了啊 呵呵 智人無己 神人無功 聖人無名 來源 好 逍遙武學 都會有 可是大師兄又全打出了劍招 二師兄也用刀劍 使出陰爪手啊 你就可以不受套路的束縛 不是束縛 以為我吧 呵呵 戰鬥中的小夥伴,到底是什麼呢? 俠客提升 每次有那個亮點,然後都不知道幹嘛 在這裡 東西太多也是很麻煩的事情 好,四兄小心 打他一定可以的啊 還這麼好打 陳浪,陳浪 這樣要花到10號 東西給你 啊,才錢而已喔 那也沒什麼必要了 好,那就去 去主線囉 支線還有嗎 哦,毒礦春有 支線 6000...欸,可以打了喔 我以前以為是6萬多 以為是6000多 簡單嘛 自營心法 自營心法 破綻在此 啊,輕輕鬆鬆 呵呵 金針結賣天章 好 主線 小二,來喝好酒 今天酒賣完了 你去別處吧 這酒櫃上 不是還擺著那麼多酒嗎 哼,那都是賣給好人喝的酒 沒有 賣給惡人喝的酒 沒有 你 惡人 難道是說我 周圍這些村民 為什麼如此憤恨地看著我 那個人就是逍遙谷弟子 原來逍遙谷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我呸 是啊 虧得我把老道長還當天神崇拜呢 居然為虎做什麼娼妓的 幫姓黃的雜種 為虎做娼? 我? 每個月我們還供養逍遙谷 真是浪費糧食 怎,怎麼會這樣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鄉親們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這時候還裝作不知道的樣子 八成是收了姓黃的好處 良性都不要了 別說了 他們長著武功高強 小心收拾你 這,這,這 有沒有人能和我說一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在村裡也住過數月 大家也是知道我的為人的 你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確實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逍遙谷今天救的黃落 是我們村中的惡霸 這 這黃落 半年前看上了村裡老李家的閨女 並用各種卑鄙手段 逼迫老李把姑娘嫁給她做小妾 迎親當天 李姑娘不堪受辱 撞死在村頭的樹上 而黃落這小子 得不到李姑娘 一氣之下 一把我把李家的房舍和田地 熟了個金框 老李也就這麼努力了 這黃落間鬧出了兩條人命 就慌忙跑去黑豐寨躲了半年 他,他,他,他還威脅我們大夥 不准告關,不准議論 否則便帶黑豐寨大盜來圖村 大夥害怕 所以這半年都是閉口不言 唉,沒想到前幾日黃落又回到了村裡 帶著黑豐寨的賊人 起事越發囂張 幸好在村裡斜角的那位紅衣女俠 無意中得知姓洪的干得上天海裏之事 說要為民除害 大夥兒啊,都等著她的好消息呢 那些人還是在村上 笑不得黃落是這種人 我居然傻傻地信了他的鬼話 什麼事也不知道,卻來多管閒事 這兒不歡迎你 還站在那兒做什麼 快滾呢 武功再好,又有什麼用 這樣也敢自成為俠 請大家告訴我,黃府應該要怎麼去 你想做什麼 我,去為自己犯的錯負責 黃諾之前在小客夫人專是什麼劇情我一忘記了 不知道他最後就是自己的家被大火放火 然後那個時候有抉擇要給主角決定這樣 黃婷婷 傻氣騰騰的出了什麼事了 你還想跟我裝蒜事情的原委我都已經知道了 我現在就彌補自己的錯誤 大俠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這一切都是那性情的得不到我 由愛生恨編織出來的謊言 笑死我了 小爺真演不下去了 逍遙古的大俠頭腦還真是簡單啊 村中老李家的事情都是你幹的 不錯那些事情都是小爺幹的 你又待怎地 我這就為民除害殺了你這惡賊 好笑 龍大爺 火二爺 這小子好逞英雄啊 那性情的女子沒來 就讓這小子好好的給兩位爺 樂和一下 咱哥倆一定會讓這小子愈先愈死 好 巴龍跟好虎嘛對不對 不知道他們兩個人那個 某組換的 我會好好偷愛她的 我會好好偷愛她的 這這這這兩人是變態嗎 好恨心 黃露 這次看你往哪裡跑 是你 秦姑娘 上次對不起 逍遙古裡缺心眼的小子 道歉的話以後再說 先把黃露和這兩個江湖敗類收拾了 來得正好 姓秦的小妞 今天小爺就把你徵法了 讓你知道爺的厲害 我巴龍的童天巨棒已經饑渴難耐了 無恥之徒受死 我巴龍的童天巨棒 桃天巨棒 桃天巨棒 你們兩個這麼廢拜託 我 好戲還蠻酷的耶 哼 食王走馬 敬軍入縣 這就是大俠的絕招 大哥 情況不妙啊 姓黃呢 咱兄弟倆可放不著為你冒險啊 這事你自己看著辦吧 合火 我們走 你们收了钱要办事啊 可 可恶 就这样跑了 黄鹿 你的好兄弟丢下你跑了 准备受死吧 两位大侠 有话好好说 这一切都是误会呀 误会 哪还有什么误会 到阎王面前去解释吧 哪里跑 人呢 怎么不见了 屋子里一定有蜜道 他恐怕从蜜道走了 慢着 你有没有闻到 一股奇怪的味道 糟了 是火油 小妖谷的 快跑 可恶 这门被封死了 好烫 性秦的 这大伙的滋味如何 这都是特地为你准备的 这卑鄙的小人 竟然布下如此机关 小妖谷的 烧死后别认我 要怪只怪你太天真了 汤了这汤浑水 既然你要帮这姓秦的 你们就一起好好享受着 干柴烈火吧 什么干柴 烈火 可恶 火是神大 难道我们就这么被困死在这里吗 不要 不要啊 师弟 师兄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待会再说 这里快要塌了 先离开这里 救命啊 几位大侠 救命啊 上天有好生之德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我一定改过乡山 做一个好人的 妈呀 好烫啊 你们点了姓黄的那个家伙 他的穴道 我记得我当初是放过他啦 可是后面的剧情 他都没再出现过了 我想一下哦 好 我觉得我还是救他好了 记住 从此以后 你若是再做恶事 我必取你的性命 是是是 大家放心 日后我一定喜心革面 做个好人 就这样 因为毕竟如果说 呃 在当机有限里面是 一个是不管他 一个是弄花瓶砸他 然后一个是解他穴道 这也是这三个 秦姑娘 先前在逍遥谷时 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反正内丝一除 这回总是成了你逍遥谷的情 过去的不愉快 也算了 不过逍遥谷的 我稍微对你刮目相看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你呢 你不觉得问姑娘家名字 是一件很失礼的事吗 啊 你你你也算姑娘家 哪有姑娘家 成天舞刀弄枪的 好啊 你敢笑话我 讨打不成 哎哎哎哎 女侠饶命 七感 七感 哎哎哎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的名字呢 好歹 好歹 我们也曾共患难过 还说呢 你这阻扰我 替天行道的程咬基 哎 你刚才不是说 过去的不愉快 便算了吧 女孩子总是很善变的 你不知道吗 要不要原谅你 还得再看本姑娘的心情 嗯 女人还真是难以理解 好了 我得离开了 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嗯 好吧 秦姑娘 慢走 下次见面 再告诉你我的名字吧 哎哎 师弟 回神了 人都走远了 这位秦姑娘 到时和师弟年龄差不多 也许可以回谷 跟师父商量一下 大师兄二师兄 你们在说什么呀 大师兄 看前辈那位老人家 哎 那不是 神医前辈吗 神医前辈 等会再说 救人要紧 我们上 望有神医 阳王仇 可惜连自己都救不了 老夫就算是死 也不会把药王神篇 交给你这魔头 那你就去见阳王吧 看来 今日要命丧于此了 哎 可怜我而相云呢 住手 我刚好赶到 很强吗 哇 好像蛮强的 要小心打 老子今日要让你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蓝皮怪 你长得丑也就算了 还自己找死 本大爷就成学你 破绽在此 血肉成灰 石王走马 进军入望 这就是大侠的绝招 神医前辈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幸好你们及时赶到出手相助 否则老夫这回可真要糟糕 别这么说 您没事就好 对了 这位小哥是 哦 他是师父新收的徒弟 是我的三师弟 师弟 这位是忘忧七贤中的神医前辈 也是师父的好友 晚辈见过神医前辈 呵呵呵 好 好 果然英雄出少年 老乌侠又收了个好徒弟啊 前辈谬赞了 万辈初初茅庐 尚有许多需要学习之处 又开始叙叙叨叨 烦死了 喂 我说你们还要说多久 天色已晚 此地又是荒郊野外 不亦久留 呵呵呵 吉尔说得对 我们快回去吧 好了 这集先到这边好了 那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回到主角发展的图片 按下订阅 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跟链接个打开 这样我们更新影片 你就双充之哦 谢谢大家 这集会算 拜拜